长江十年禁鱼 为什么钓鱼不禁 2020年农业农村部发布了一个关于长江垂钓的通知 其中有一条严格控制垂钓规模 原则上只允许休闲垂钓 也就是一人一干一勾 像一人多干一干多勾 这种生产性的垂钓坚决禁止 但很多人就说了 长江的鱼都快没了 为啥不把钓鱼彻底给禁了 那咱就不谈自由和权利这些东西 单纯从保护生态的角度来看 这种说法呢 明显是不了解咱们中国钓鱼老 我国渔政部门曾经做过一个统计 在全国1.4亿钓鱼爱好者中 每天只有不到10%的人会进行水钓 而每人的日均钓货量 约为0.5公斤 也就是一斤 放在鱼上面 大概也就是这么大一条 而这些钓鱼人 为了钓到这一斤鱼 得打窝 开尔 不断往水里扔死路 有些粗暴点的哥们 打一次窝就得扔十几斤料 到最后 搞不好还得空军 去菜市场买 钓鱼回家 所以对鱼来说 那钓鱼老真的是大鲨鱼 而且长江的鱼没了 也不是钓鱼老钓没的 了解水产市场的就知道 一艘渔船开出去 一往没有几百上千斤 那都算亏本 有些渔民为了多赚钱 使用小王眼的绝固王 连小鱼都不放过 那长此以往 小鱼都没了 哪来的大鱼呢 更过分的是 有些不法分子 他不钓也不捞 直接给你上科技 电鱼 搞个电瓶 把两个电极放水里 一整片水域的鱼 一个都跑不了 而这种方法 还会攻击水中的虾蟹 昆虫 甚至是水草和鱼卵 对那片水域来说 相当于核打击 想要恢复生态 可能需要几年 甚至十几年的时间 而这种时候 钓鱼老反而会成为 天然的监督员 咱也不谈什么道德 实际一点 你把鱼都捞走了 甚至直接垫没了 那我钓啥 所以钓鱼老最痛恨的 就是非法捕鱼和电鱼 基本上是看到就举包 符咒里都算数字高 那相比之下 钓鱼老不仅喂食 而且还能有效监督 最关键的是 也钓不着几条鱼 所以彻底禁钓 确实没有这个必要 更多有趣的知识 关注科技周周 讲故事